因為在這之前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從沖繩基地要撤出48架戰機 那以後沖繩這48架戰機 美國要改成輪調式 就沒有固定部署 那他表面上理由是說那個是老舊的飛機 就FC-15 可是 他就是不想要在那邊固守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慢慢的 佈局到關島啦天陵島 還有澳洲 這樣部署要散發出的訊息是什麼 上發出就是基本上第一島鏈以後就交給日本跟台灣 台灣 當然啊 台灣不是他的盟友啦 可是基本上也是第一島鏈的 當事方嘛 那美國基本上就 改用遠程轟炸機B-52就是嘛 他事實上B-2也來過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長城的那個 飛彈 他就說以後我的角色就是這樣 其實讓我想到大使有一次在節目當中講到說 第一島鏈台灣將來會變成要塞化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您覺得中方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繁殖作為呢 我要塞化因為日本跟 台灣都不願意裝中層導彈嘛 美國一直在找地方裝 要塞化當然就是希望你能夠裝 具有攻擊性的飛彈 但裝了就踩紅線 日本不是嘛 日本當然你如果裝核彈頭的那就非常嚴重 是 因為你針對的不是只有中國嘛 還有俄羅斯跟北韓 他們也是攻擊範圍 那台灣就 基本上美國因為現在跟中國關係有點複雜啦 所以他也不要讓他覺得說那個飛彈是我來裝的 所以現在趙立堅講說不要造成地區的軍備競賽 但是現在是說 可是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作為 做反制 長城的轟炸機中國也在做 所以 這很難說是誰先 你有我也有 對因為中國大陸也在發展戰略轟炸機 美國B-52已經是很老的軍種 這大家都知道 後來有經過改良啦 對可是基本上他新的是B-2 那B-2他可以從美國本島 飛到這裡 算很長城 非常長城 所以基本的邏輯是一樣的 就是說他改為 遠程轟炸機 跟這個長城飛彈 那就推到第二線 我覺得不太可能恢復 這個大陸的這個本來這些 台海的事情 他認為是他主權範圍的事情 那就跟鄧小平講 主權是不能討論的 也沒有辦法來交易的 那所以從中國大陸的這個主張來看的話 台灣跟台灣海峽都是 這個 它的屬性上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兩岸本來就沒有 必要畫什麼中線 他認為台灣都是屬於中國大陸 那畫中線不是等於你就承認 兩岸這個分別分屬 這是大陸從來沒有承認的 所以我覺得 既然這個默契本來也沒有說是默契 只是 就是一個實踐而已 本來就沒有任何國際法的意義 那現在被打破了 你要說我拿這個中線來交換的話 我覺得反而會把他自己原有的立場 會把他減損 或是讓人家懷疑 那我請教您 我請教您 就是說如果在外交的這個策略來說的話 如果真的 中方覺得美方做的事實在太超過了 當然有一步一步的步驟 包括我們之前曾經討論過的 最後是召回大使 他的階段性的做法可能會有哪些 可以照很多級 所以外交就是分了很多級有好處 那召回大使就變公使級 那公使級再召回去的話就變成參試級 參試再召回去就變成一等秘書級 越來越降 對 甚至把那個三等秘書留在那邊 也可以降好多級 就是處理一般性的事物就好 對 因為外交是講究形式的 所以 對方派三等秘書 我這邊一定派三等秘書跟你談 就是講到一個對等性 所以你可以大使級 公使級 對不對 召試級 一等秘書級 這就好多級可以降 其實他本來 就是在美中貿易戰的時候 他本來規劃 就蘋果公司的規劃 他是要想辦法改組在中國大陸的這個生產線 然後專門來應應中國的需求 後來在美國政府不太喜歡他這種安排 那再加上接下來是這個疫情的原因 所以才會挑選其他的生產基地 那現在印度跟這個越南 就是說他們剛好這兩個國家處在這個新興市場 高度發展的階段 如果說我們參考這個 IMF國際貨幣基金的一個預測 在未來五年 這兩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率 都有大概平均 6.5%這樣的成長率 那如果說我們以這種投入成本來看的話 那以這個人均所得來相較 這個印度的人均所得 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 那越南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說 等於說在這成本的管控方面 對蘋果公司也是有利 所以我想這個選擇這兩個區域 大概有這樣的考量 這個鄭州就是一個樣板 因為我有收到朋友從鄭州寄給我一些訊息 就是中央督察員去現場看 他就要求他們要適度開放 可是中央督察員一走 那 下面那些執行單位又封起來 為什麼呢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只要有人確診要有人負責 那你的指標就是這個 誰是怕負責 大家當然就是怕負責任 這個 你的體制必然會造成這種邏輯 所以中央督察組 你講這是高層 你派中央督察組的人來說 這個不要過頭 不要交往過正 你講這有什麼用 長官一走了又恢復 你要告訴我指標 比如說因為那個 確診人數那個是 一翻兩瞪眼 那個誰都閃不掉了 你這個地方有多少人確診就是 你沒有做好 對 你還有什麼話好講 所以對他們來講就是 零可言嘛 我是講那個 基層的執行單位 所以就會造成 很多地方就是好像 你聽那個決策官員講 他都沒有意思要這樣 可是做出來就是如此 所以經濟的二次探體是 大有可能的 這個就是他自己要知道這種狀況 比如說富士康我們舉例 富士康裡面有20萬人 然後那個後來書記是自己說 我們自己也困不住啊 那有人要回鄉就回去吧 就很多人叫不到車啊走路回家 大家有看到那個很多影片嘛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書記有沒有負責任 當然有一些人就對他很有意見嘛 我也看到大陸一些網友在講嘛說 富士康就是最不負責任的台商 可是 20萬人我請問你 他沒有能量 來做好防疫 那怎麼辦 大家嚷著要回去 然後他們又怕鄭州 全面封城力度越來越強 我們知道通膨的來源就是兩大因素嘛 需求拉抬跟成本推升 那工資面其實就是跟這個需求相關 所以我們把它簡化大概就是兩部分 一個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就業 那另外一個大概就是 這個通膨的情況 那至於說怎麼排序 其實那個答案就在聯準會的網頁 聯準會的首頁 他就跟你講就是說 聯準會執行國家貨幣政策 最主要在促進美國經濟的最大就業 第一項 然後第二個是穩定物價 第三個是適當的長期利率 所以就業是第一項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 我們知道就是說 聯準會他 他丁定的這一個通膨的門檻是2% 但是我們要知道就是說在2021年的這個3月 那時候聯準會他就放棄升息 為什麼 因為他看的是2月的通膨 那是2月通膨就已經超過2% 那為什麼他都沒有動作 一直到今年的2022年的3月 才升息 而且2022年3月的時候 看的是2月的通膨 那時候已經是7.9% 為什麼 因為他這段時間 要把這個美國的失業率壓下去 把美國失業率 從原先的這個超過6% 壓到4%以下 他才開始升息 所以不能說這個聯準會不重視就業 基本上就業跟這個通膨他都是非常重視 那現在 這就有一點像打地鼠 他先把這個 這個失業率打下去之後 那接下來是這個通膨 那通膨 現在當然是還是 超過他所預定的這個2%以上 而且是非常顯著 所以說 在這種 現在美國的失業率是 還是近50年來的相對低點3.5% 所以 我認為說他這一次呢會 拉大這個升息幅度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就業市場這一塊呢 是支撐他繼續激進升息的 我跟你講 我今天剛剛看到紐約時報公佈一個數字 就是俄烏戰爭開始之後 到現在為止 歐洲跟俄羅斯理論上貿易應該停止 對不對 結果荷蘭增加32% 西班牙增加57% 比利時增加81% 哇 那請問這些國家在幹什麼 不是說要抵制嗎 就明擺著作弊嘛 歐盟會不知道嗎 歐盟為什麼不說 因為這些國家 你有沒有發現它都是海運中心 我還是我手上是沒有希臘的資料 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作弊 那我還沒有講到匈牙利跟塞爾維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歐洲那麼多國家在作弊 你有抓嗎 這也是歐盟現在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對外 你說要抵制 荷蘭可以單方取消13項制裁嗎 他就自己宣佈了 可以這樣幹嗎 這問題無解 所以你 這個就是僅供參考嘛 歐盟講有什麼用 這是我其實翻現實數據給你看嘛 就這麼多國家在作弊嘛 我還沒有講到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就用混裝油啊 那我還沒講到土耳其 土耳其增加了198% 這是一一列舉出來 對啊 土耳其不是歐盟的啦 可是他也是北約啊 對不對 他們照幹 不過完成之後 他也宣佈啊 從11月8號開始呢 推特要從紐約證交所的下市啊 同時要解散推特的董事會 那自己呢 就成為推特的唯一董事 他還表示說呢 未來他也會擔任推特的執行長 就是兼任 但是為什麼要解散董事會呢 是不是剛像委員所說的 就是 不要其他人管 不受股東的監督 就這個目的 為所欲為了 他也不缺錢嘛 第二個 他其實他過去就有這種傾向 他以前就不想 他有買了公司就想把他嚇死 可是那個時候是戴爾吧 2018年的 他那時候買下來 他就想把他嚇死 可是後來太麻煩了 他沒嚇 這個公司可能比較 運作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美國很多媒體也都 也都在這個 為他這個嚇死做解釋 找答案 其實後來發覺嚇死的真的 好像好處還不多 還蠻多的 他比較好去管理 第一個你那個財報跟你的業績 你就不必批誤 不被監督 然後你整個過程中 你這個 因為你不必受監督 不必受股東 不必顧股票 這個證管會監督 你省了很多內部的很多工作 這工作也蠻繁瑣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給所有人 更大的權利 對於內部的管理跟盈域 有更大的發言權 要不然你有股東會的話 股東側走起來 你這個所有老闆 事實上權利是被分散的 就股東會受到監督 內部監督 外部監督 事實上都少很多 所以這個報 他這個做法的話 不曉得會不會引起 很多企業主的 紛紛想要校友的這個 這個可能 口袋要夠深 口袋 對 他最主要是因為 錢是重點 對 因為他這個 這個東西人家估計他要 要損失100億美金 對就是說 他準備要付出100億美金的代價 包括他下次跟買的公司 所以就是說 這個跟郭委員講的 口袋要夠深 可是 他口袋夠深 他現在就要掌握完全的掌控力 不過他將來面臨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國際社會正在 對這個將來這種 所謂的 這種 輿論的平台 要實行監管 現在歐洲叫得非常大 因為當時 他們把這個 川普 把他趕出推特的時候 歐洲叫得比美國大 歐洲人 尤其 Mercut就說 誰給他們權利 讓他們能夠決定 這個社會裡面 誰可以說話 誰不能說話 這個是用公權力才有 做 用公權力才行做這種事情 那現在因為這些 平台被 私人掌握的時候 私人掌握了 沒有公權力的私人 也享有公權力才能享有的權利 這是不對的 所以現在整個歐洲的觀念是往這個走 美國事實上 已經在有一點點往這個方向走 可是我覺得 可能會走得比歐洲慢 那 馬斯克 我想他會有一點 蜜葉期吧 花了100億美金 就讓他 快樂一下吧